热巴杨子 一直处在领先地位 从一开始的扑街女王 慢慢的转型 就在近日 公诉精英杀青 有望成为迪丽热巴的转型之作 童星出道的演员 难免会带着滤镜 认为他演什么都是一个样子 可是 杨子却凭着精湛的演技 成功改掉固有印象 一跃成为收视女王 从杨子所出演的电视剧来看 他的剧大部分都在及格线以上 并且全网热度丝毫不输热巴 每一部都是口碑与剧情齐飞 并且在演技上 杨子也远远超出同期小花 观众追剧时也不会出戏 杨子可以说是 童星里转型成功的优秀案例了 如果非要说黑点 那么 杨子的身材管理就能算上一个 杨子有一段时期的身材管理的确很差 而他本人也表示过 自己的确很喜欢吃 尤其是在压力过大时 就需要靠食物来解压 遭到吐槽后 杨子逐渐对身材管理注重起来 坚持着健身打卡 为了拍戏将自己维持在一个纤细苗条的状态 在最新的路透图里就能看出 杨子的状态很不错 为了上镜好看 小猴子真的是自律第一人了 在今年暑期 杨子的新剧《沉香如谢》有望播出 从制作班底来看 很有可能成为爆款 那么在这里 就祝小猴子事业有成 起点极高 半路他房二人组 至于演技 除了《流星雨》外 爽妹子的作品似乎都成功扑街 毫无水花 后期之秀在暴祖 鱼妈旗下女艺人 网红出身 演技终胜 在演戏中逐渐找准定位 成功摆脱药水解称号 结语 嗯 嗯